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就饭前吃一个水果辣菜 再一个他吃饭 他吃这个牛排以后 他所有蔬菜 外面吃蔬菜 怎么吃 你看洗干净了是不是 甭管什么西红柿啊什么洋葱刮刮洗干净 拿刀剁不剁不搁点酵 一糊糊糊糊跟猪食在刮刮就吃了 中国人有哪儿吃 你告诉我中国人有哪儿吃 你光看人家吃牛排了 吃那个半生骨头鸡蛋了是不是 可你忘了他为什么这么去吃 没人去想啊 光看人家吃牛排了 五分手好吃嫩 一拉有血筋 是不是 其实我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饭前要喝一杯开胃酒 为什么他所有的生蔬菜要生着吃 不会跟中国人在要煮熟了吃 而且饭后你会发现摊面也好 你看外面一买水果 全是个大牛鸡子蛋 一袋子一袋子买 对吗 所以为什么 其实告诉大家 这些个生鸡蛋也好 生鸡蛋也好 也就是说这个肉牛排半生骨头也好 他这是你记住半生骨头当中有营养有吗 绝对有 你记住了 这个时候还有一大病病就出来了 肯定有什么 有细菌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饮食结构就决定了 这是干什么 要大量的吃水果和生的蔬菜 这是他要的水果蔬菜大量的什么 维生素锡 干什么的 来杀死这些的肉食类当中的什么 这些个细菌 然后他得到最好的什么 营养 你明白吗 可中国人呢 甚至有人半年都不吃个苹果 你愣学习外国人吃牛排 你说你能不得胆当盐吗 为什么会得胆当盐呢 也就是说他得在哪里呢 就得在这儿 因为肝胀要分泌出胆子的胆 胆再分泌出胆壳 给你的胃口 帮你去消化 他消化完了这个时候 生理上有一个问题 所以这时候才能引起来 什么生理过程的 也告诉大家 他帮你消化完了以后 这胆壳 他要把一部分好党水 要回收的 他要收过来 他这一收就出事了 你说为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你学习外国人 你学了一半 鸡蛋半生不熟吃的 你没有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要跟上 这个时候他帮你消化完了以后 他怎么样 什么叫回收 这一回收 可倒好 你的微生素肌水果不够 怎么样 他就会把这细菌怎么样 随着你消化的这个东西 他又带回到什么 胆囊当中来 然后在你胆囊当中 你支撑把你胆囊咬入窟窿 就形成了炎症 所谓的胆囊炎 就这样形成了 你说复杂了 并不复杂 所以说很多中国人的 有时候我老说他们 你学要不你就学全了 要不你就别学 你哪怕真正到西餐馆 你坐下来 吃他整套的东西 明白吗 千万别学半餐 弄家里头自个儿喝 来个牛排吧 你吃不好我告诉你 你得胆囊炎谁也别怨了 明白吗 其实这种例子 我可以给你一个最简单的证实 大家都知道 我记不太清了 那时候是应该是八十年代年底吧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上海发生过 甲肝大流行还记得吧 知道怎么得的吗 都知道是吃毛蟹 为什么会得 就是这个原理 明白吗 就是因为当时的毛蟹污染以后 我们没有那么多水果量 我们吃的不够的时候 其实就这样传出来 明白吗 很简单的一道理 所以我说你搁到中医里 你拿过来一看你就知道 太简单不过了这个病 只是人们不清楚 哎呀我怎么会得的 胆囊炎 可是很多人一疼 我们人最大的人就怕疼 一疼了怎么办 大夫一看胆囊炎怎么办 请 中国人很多人没胆了 很多人没胆了 为什么我要理解这些大夫 我认为什么的 中西医的不同点在哪儿呢 大家都知道中医是不是越老越之前 西医不是这样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可悲在这儿 尤其像外科手术台 45岁就不要你再上手术台了 虽然说这东西不是明文规定 基本你到15岁的时候必须下台 你说为什么 他就怕你的手啊 本一夺完 他像一个眼神都不太好 提早叫你下台 可是你必须在45岁之前 你要做出成绩来 什么成绩 以你临床 你嘎了多个胆 那没办法 所以说怎么办呢 他完不成这数字怎么办 说我老看了你就变成你那胆 我老猪了 这个差不多该摘了 所以说他在这拿你凑数 说这你别怨他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学术报告必须要有多少力 然后他才能够再升一个级别 要他一下下台 你说他干嘛 他不跟中一代比较 中一代比较越老越直前 因为我80岁的时候 我还要做人 我告诉你 我顶着医院还忘你信不信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所以因为什么呢 他们是要换的很快 气阶换的很快 你一旦跟不上 怎么样 你就淘汰了 所以你一般在西医院的时候 你要50岁60岁 退下书来 两年你就完了 你啥都不是 你记住了 你别老看电视里那帮说 他所谓的专家 我告诉你 啥都不是 他在家闲着没事呢 你明白吗 我不是说真的 我这说话很直 因为真是这样 因为什么 他并不明白 现在很多人是拿什么当牌子 你明白 他真正现在说的所谓药物 什么变化 他根本就不清楚 因为中国药物 别说中国 世界上的药物是变化很快的 你明白吗 因为他有多了不用 有两年离开医疗单位 你再猫 你就猫清了 因为什么 药物 气界变化都是很快的 淘汰率是很快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一来劝大家 你学会自己把握 我也没办法 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一般男人我劝大家 尽量不要摘到这个大 这胆灾完以后 有的最大的弊病 是什么 肉是累的 油类的东西不能多吃 多吃一点你就跑动 就拉肚 明白 插一下就出来了 再有一个 在我们中医里来讲 按照我们老祖宗医学来讲 这个地方在中医里头 我们叫做什么 藏魂的 也是说句不好听话 最简单的特点就是智慧 如果这胆灾了人 你发现 这人过去好像很聪明 这胆灾了以后 这人不太聪明 脑子就会发木 没有 就没有智慧 这个你记住 胆灾完了以后 你肯定不用问 肯定会伤肝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 五年左右 如果你是因为胆肝炎灾的 一般五年左右 肯定必定做二次手术 为什么呢 他是摘完以后是怎么样的 他把胆去掉以后 同样他接根管 肝跟胃直接接过来 也就是在西医当中 所谓的喷门那个位置 接根管 把这个胆汁直接给到你胃 可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知道 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 一个话叫肝胆相造 肝胆相造 对不对 你想想他有炎症 这肝脏肯定就不会太好 一般五年以后 这个胆囊管还会发炎 还会做二次手术 再换这边管 所以我告诉大家 往往有的时候 一刀下去 你记住了后头 肯定就会有第二刀 第三刀 明白吗 所以你要真正理解这个病理的时候 不就是胆囊炎吗 不就是那点炎症吗 你把它削了不就完了吗 明白吗 所以有的时候 这是你真正懂得怎么削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并不需要真正的怎么样 去把它摘掉 明白吗 其实我告诉你 我用食疗的方法 很快就帮他们去恢复了 可是很多人不听 都喜欢摘 因为什么 好像快 经常有人会讲 嘿 把根去了 什么把根就去了 张嘴就是会把根去了 他都不明白根在哪 他愣喊去根 知道吗 因为该干是根 你把根都不去呢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人很可悲在这 所以胆囊炎就这样形成 那胆结石是怎么形成的呢 胆结石就是我们有的人 最容易得的一种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 今天吃早餐 明天不吃 大伙又吃 大伙又不吃 大伙又吃 大伙又不吃 这样的人最容易得胆结石 为什么呢 因为胆囊在生理结构上 按照现在医学来解释 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神经系统 我所谓的神经系统 只是分泌这块神经系统没有 什么概念呢 就是用我们中医来讲 就是生物中 什么叫生物中 比如说你今天早晨起来 八点吃你早餐 他打个比方 打今天开始 八点你开始吃早餐 然后明天早晨八点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不吃早餐 他不知道 他明天早晨八点 照样分泌 什么 蛋污水 如果你昨天吃 你今天没吃 他不知道 他只按他的这个生物中种 结果早晨八点分泌 出来了 如果你早晨没吃早餐 那你胃口里会有什么 会不会有胃酸 也就是说胃液 其实医学名词叫炒酸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蛋污村就分泌出来了 一进 你没吃东西 他只有跟什么接触 跟胃液液接触的时候 才知道 哦 原来你没吃饭 你没吃饭怎么办 我没活干 他是不是还要收回的 他就一收回 这时就出现问题了 两个液体一旦接触 要想完全脱离怎么样 是不是很难 他就会把一部分草酸 就带回到胆囊当中来 明白吗 然后 好了 明天呢 明天早餐你八点吃早餐了 吃早餐他会给你分泌好的胆固醇 明白吗 结果又分泌出胆固醇了 又帮你消化 消化完了 他又回来了 明天 你没吃早餐 他还照样分泌出来 又 你今天又没吃 又沾一点 这样老今天带回来一点 后天带回来一点 最后是你的胆固醇和草酸结合以后 长期在胆囊当中堆积 钙化 就形成的结石 就这么简单 其实用我们老百姓话来讲 告诉我这样 医学并不神秘 而你是关键要知道 它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尤其这个消化系 知道吗 你要懂得了就很简单 你看 肝脏分泌是什么 胆固醇 胆固醇属于什么 碱性 知道吗 胆碱 明白吗 胃 是什么 草酸 明白吗 为什么在西医当中 五谷 它叫做碱性食物 碱性食物就是由什么 酸去消化 你吃的肉类 叫什么 酸性食物 是由碱性来消化 你明白了吗 其实很简单 最后呢 酸和碱 形成的是什么 盐分 中性 对吧 其实告诉你 结石是什么 就是他们两个碰在一起了 你没吃东西 他们俩碰在一起了 明白吗 最后 形成在堆积你的胆囊当中 明白吗 你知道了这些知识就太简单了吗 不就是中性的吗 你把它画开不就完了吗 也不至于再去切胆了 明白我说的话吗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真正了解这些知识的时候 就很简单 不见得偏拔你哪件东西给人家 你给人一件东西 你还得给人家钱 你怨不怨的话 其实你真正懂得这些知识 这些个病理完全可以怎么样 去预防它 而是不得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长寿人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生活有什么 规律 规律 明白吗 所以有规律的人就会长寿 明白吗 这是大家讲的第三个 分泌胆子 协助消化 好了 下面给大家讲大三 大概三 肝开窍于目 这是肝脏开窍于目 这里面呢 我们只给大家讲一个病理 就是近视眼